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给大家讲清楚除了血压、血糖、低密度脂蛋白 还有哪些因素参与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形成 常常有患者呢问这样的问题 他说张大夫我血压控制挺好,血糖控制挺好 低密度脂蛋白控制也挺好 为什么我也发生了心脑血管疾病 无论是冠心病、心梗、脑梗等等 其实呢回答这类问题呢我总是说 我说您除了血压、血糖、低密度脂蛋白 您看看您其他的残余风险是否控制好了 这就是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残余风险 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残余风险呀挺多 但是呢其中重要的三个 三个血脂指标 第一个血脂指标呢 我要给大家说脂蛋白小A 脂蛋白小A呢咱们之前呀科普过挺多次 实质上呢脂蛋白小A它和低密度脂蛋白很像 是低密度脂蛋白颗粒中的载脂蛋白B100通过二流件 和载脂蛋白A结合形成的一种血脂指标 这个脂蛋白小A你要光查血脂四项 咱们看不到这个指标 但是如果你查血脂七项比较全的血脂 就可以看到它 这个脂蛋白小A啊 特立独行 平时呢很少接受这种外界因素的干预 比如说我们运动啊饮食啊 对它没有干预 而它呢主要是反映 遗传对于血脂的影响 所以说好多指南甚至指出 这个人一生中都应该查一下脂蛋白小A 看看它到底高不高 看看是不是存在遗传因素 对于血脂的影响 那么脂蛋白小A怎么就又成了心脑血管疾病 残余风险 没错 脂蛋白小A高的人 经过长期的我们对于脂蛋白小A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发现 这个脂蛋白小A高的人啊 它就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而且近些年来从基因层面上来研究呢 也发现它的确和心肌梗死有一些共同的这种基因位点 一旦这个基因位点发生突变 不但提升脂蛋白小A也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所以说脂蛋白小A高的确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残余风险 但是呢说到这儿好多朋友肯定问怎么治啊怎么治啊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现在我们人类医学拿脂蛋白小A暂时没什么办法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治疗手段 但是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医学界尤其是欧美医学界现在有一个新药正在研发 叫反逸核甘酸制剂 这个反逸核甘酸制剂呢 现在还在实验当中如果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进展 或者说呢将来投入到临床使用 张大夫一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说完第一个残存风险之后啊 我们底下说第二个残存风险 第二个残存风险呢 或者说残余风险呢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呢 就是甘油三脂 甘油三脂无论查血脂四项 血脂七项大家都看到 以前呢我们对于甘油三脂的认识呢 就是说老百姓能听懂的话 就是它是油 它不容易血液 它必须和脂蛋白结合才能容易血液 咱们平时吃油吃多了 甘油三脂容易高 而且吃糖吃多了 甘油三脂容易高 油糖都提升甘油三脂 而甘油三脂呢 如果特别高超过5.6的话 容易导致急性原下炎 在2018年之前好多人 包括医学界好多人 认为甘油三脂和心脑血管疾病关系不大 但是2018年的一个大型实验 叫 Recuse8研究 就第一次证实了降低甘油三脂可以带来心血管疾病的获益 所以说 从你的侧面也证实 我们这个在控制低密度脂蛋白的同时 对于一些甘油三脂高的人 也要注意控制它甘油三脂 所以说 甘油三脂是张大夫今天说 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二个参与风险 说完第二个参与风险 咱们今天说第三个 也是血脂里面 最后说的这个一个 对心脑血管疾病参与风险 好多人查血脂四项没见过 但是查血脂七项里头有 宰质蛋白B 宰质蛋白B倒是什么呢 实际上来说呢 如果说 通俗讲 它和低密度脂蛋白 算是 极为密切千丝万缕的联系 或者说呢 表兄弟 宰质蛋白B呀 它和低密度脂蛋白 有互相提示作用 你就看那些 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人 往往宰质蛋白B也高 而对于那些 低密度脂蛋白 由高到低降下来的人 宰质蛋白B也随之降低了 可以说两个指标 互相提示 具有同步提示作用 那么宰质蛋白B 它有什么危害呢 它要是高了 我们血液中的 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 就容易升高 而小而密的 低密度脂蛋白 高了之后呢 就可以导致 人类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或者说 动脉庄应化性 这种斑块的高发 所以说呢 宰质蛋白B 近年来 随着我们研究的 不断的进展 包括美国 这个心脏协会 和美国心脏病学会 他们发的指南当中 都不断的去提出 宰质蛋白B 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 重要的参与风险 所以说啊 今天啊 我们其实讲了 这三个心脑血管疾病 参与风险 其实讲了 血脂检查里面 重要的三个血脂指标 这三个血脂指标 我们以前不认识 以前不太认识它 但是现在看 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 重要参与风险 当然肝油三脂 我们以前认识比较多 但是对宰质蛋白B 和脂蛋白小A呢 我们认识不足 但是希望张大夫 今天的介绍之后 您能更加认识 血脂检查里面 这些我们以前 没太重视指标 实质上 它们 都有自己的作用 甚至说呢 害处都不小 希望今天的我的介绍 能够给大家 以帮助 大家如果觉得好呢 可以转给身边的 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云大夫 编德 203 3 2 4 4 6 7